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支宣傳影片都是以場景為主 不过相信玩家们还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黑火引擎所塑造出来的世界 是多么的引人入胜 而未来许多系列作终的经典画面和场景 也都会以更真实壮观的样貌 重现在玩家眼前咯 游戏的剧情设定 在三代云和山的比端之后 采用章节模式 让玩家可以穿越时空 去体验《轩人剑》系列的经典情节 至于深受玩家喜爱的练妖狐系统 当然也不会缺席 不管是妖魔还是道具 都可以拿来练化成不同的模样哦 尽管轩人剑7 将以线上游戏的模式和玩家界面 不过啊 游戏公司也没有忘了 此中的单机支持者 目前正在同时开发的轩人剑6 甚至是未来的轩人剑8 都还是会维持传统的单机模式 喜欢《轩人剑》的玩家们 可要好好注意后续的相关消息哦